从何谈起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最深化的熟悉 那我们先看一下欧亚大陆的一东一西,这是整个欧亚大陆 最西边就是土耳其,最东边就是中国,它的纬度差不多 那么,土耳其历史上跟中国距离这么遥远,好像没有什么来往 真正,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人们说土耳其说的比较多 中国人说土耳其说的比较多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土耳其最衰落的时候 土耳其叫西亚病突 中国人因此后来又得了一个东亚病夫 那既然是病夫的话,那一定还不管怎么样 有过强盛的时候 正因为有过强盛的时候,所以后来成了病夫 对不对? 土耳其历史上,希腊人在这里强盛过 罗马人在这里强盛过 东罗马帝国上千年强盛过 当土耳其处在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 二世纪的时候 我们中国正是什么呢? 东汉王朝 东汉王朝 当然你再往前推述 当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我们中国处在西汉王朝 孩子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当土耳其这一代属于半战亭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时候 我们中国呢 唐朝 唐朝 当然半战亭前后上千年之久 唐朝 就是公元六百多年 一直到九百多年 这个时期 这里是东罗马帝国 而且四处之路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军事坦定吧 现在的伊斯坦布 就是当时贸易四处之路最重要的一带 也有很多往来的 可是最有名的就是西亚病夫或东亚病夫 我们这一路上会不断的讲土耳其 但是也讲中国 进行对立 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我们先看这个图 你看看 为什么我要特别标出来这样两道线呢 这个大致来说 就是北纬三十度到北纬四十五度之间 人类的几大文明 重要的文明 都是在这里 都是在这里 埃及文明 尼罗河流域 梁河流域 梁河文明 对不对 然后中河文明 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 最早开始在印度河流域 后来进入恒河流域 对不对 还有其他各种文明 梁河流域的文明 就包括索摩尔文明 卡曼的文明 一路下来 巴比伦文明 对不对 一路下来 好多文明都在这里 好 那么还有到这边 希腊文明 还有这边 罗马文明 哇 西亚文明 好 都在这个方面 当然 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今天 我们暂且不说 但是我们注意啊 在这里边 我们会明显的感觉的 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中国文明 就是中国人的文明 就是说 唐恩比 英国历史学家 托恩比 他是最有名的历史学家 二十世纪 那他把人类分成 二十六种文明 那么中国文明 就是这些文明中一种 我们中国人是 长得都差不多 都是蒙古利亚人种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都是用汉字 说着 说中国话 什么都相似 可是托尔 其实这个地方呢 这我自己查了一下 我觉得这里有十几种文明 都跟他 有很深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显眼看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真正的强力 就是主要是 来自西北的英国民族 所以我们要修长城 我们的敌人 就是这些大漠上 草原上来的那些敌人 从匈奴啊 宣卑啊 柔然啊 那一路算下 一直到蒙古人 到满清人 那后来 这个金人呢 满清人主要来自东北这边 主要来自这边 什么长城 往哪修 敌人就在哪边 其他的地方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 太担心的 对不对 你看 秦藏高原 世界最高乌鸡 喜马拉雅山 世界最高的山 帕米尔高原 把多少敌人挡在了外边 你看 其实这个地理环境 好像就是保护中国人的 保护中国人的 南边 这里横断山脉下来 这都是东南亚一些 比较小的民族 高山有很多 不足为虑 东边呢 是海 中国这个海啊 跟土耳其周围的海不一样 为什么这段的海啊 都是很小的海 而且岛屿很多 所以这航海文明早就开始了 可是中国不是 中国这旁边都是大海 都是大海 一直到唐代 建真和尚去日本 还十多次翻船 没不利于航市 而且中国又是农业国家 中国人呢 不大注意经商 所以呢 海上的文明来得很晚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呢 等于是说 我们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 完全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封闭的一个环境 那这样一个辽阔的土地 不过你哪一个民族 你杀下来 你都会化为汉人 就像滚雪求援 越鬼越大 你再凶 再往 你下了马 种了地 你就是汉人了 你就自动融合进来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 自古以来 直到现在 我们的面孔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的语言文字 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一个儒家 两千多年 一个秦始皇的 政治制度 两千多年 我们的持续性 太强了 世界上唯一的 一个从未阶段的 文明 从 而且基本上 一直是一个 统一的大帝国 有些人会陷入战乱 这种时间也不短 可是最终 还是走向统一 可是土耳其不一样哦 土耳其这片土地上 它不但是 语言变了 而且呢 这个人种都变了 它历史上完全是 不同的人种 在这里生存 在这里生存 很不一样 那么大家看 小雅西亚地形 和地理位置 那这个地形 你看 那么大家看 北边的能不能挡住敌人呢 黑海 挡住敌人 人类在前三千年 就是中国的下朝 还原来没有开始的时候 人类已经有翻船了 已经在航海了 那么 大家想想看 这些都不能作为天人的屏障 都不足以防御敌人 黑海 对不对 你看 下面的地中海 可以挡住敌人吗 不可以 太多的民族 都在这海上往来 希腊人 菲尔尼基人 菲尼西人 就在今天的叙利亚 航海都特别早 那么 这边 这边爱琴海 更不用讲了 这一部分本来 在历史上 一直属于 就属于希腊 爱琴海 你看它多少小岛 多少小岛 它船随时可以停留 所以 希腊人 好像还很早 这些都不能挡住敌人 那么 东边这些 可以挡住敌人吗 你看那雪山 挨挨雪山 对不对 这边就是两河流域了 所以 土耳其的东南边 就是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文明 就跟土耳其分不开 那么 这些雪山 能挡住敌人吗 也挡不住 为什么 这些山基本上 你看 中间的峡谷特别多 而且不够高 最高四千多米海拉 还是挡不住敌人 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 我们准确说 到了奥斯曼帝国以后 才叫土耳其 那之前呢 就是 就是小雅西亚 就是 罗马人把它叫小雅西亚 或者 安纳托尼亚高原 这片土地呀 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它是四面都可以 有强敌进来 所以 光是讲这一点 我们今天就讲不完 有多少强敌 刷下来 刷下来 那么我们知道 战争和文明是分不开的 有战争 就有文明的传播 就有文化的融合 那么我们看 大家再看 土耳其太特别了 特别的什么城市 横跨欧亚大陆 你看 这个就标示出来 是欧洲部分 土耳其欧洲部分 就是伊斯坦堡这边 这个 好 就这一些 所以我们先到 飞道 飞道 我们落到欧洲部分 然后玩上一天 我们坐船沿 这个海岸线走 跨过达达尼尔海峡 就回到亚洲 我们转一大圈 完完以后 又过了 博斯布鲁斯海峡 又到欧洲 我们就这么 转一大圈 所以横跨海岸大陆 它就像一个 巨大的桥梁一样 所以 东西方文化的传播 贸易的交流 这个宗教的 相互影响 文化的相互渗透 族群的 对立融合的等等 都在这里展开 都在这里展开 那么 我们刚才说 汤文笔啊 讲人类历史上 有26种文明 这里边我没有标 中国文明 因为中国文明 跟托尔丘文明 当然你也可以讲 瓷器的这种 往来啊 对啊 四手之肉的往来 但是关系不大 我只是说 就是在这片大陆上的 诞生的文明 或者是 与小雅西啊 这片土地上 有深刻关系的这种文明 26种文明 我可以列出这么多 你看 索摩尔 阿卡德文明 其实这都是 索摩尔是最早的 两河流有文明的 那么一直到 阿卡德文明 它有一定的延续性 那么 其实这些文明 就在两河流域为主 当他们势力扩大的时候 其实就往这边就有很多 往土耳其就有很多 所以它本身 是跟土耳其分不开的 比如说 土耳其有很多最早 比如说 人类最早养猪 人类最早种小麦 人类最早有城镇 都跟土耳其分不开 但是后边还有 人类最早 发明铁器 发明钱币 使用字母 也跟土耳其分不开 那么大家看 你看 巴比伦文明 也是代表两河流域为主的 巴比伦市里 大的时候 土耳其 这边 沿海的地区都属于 就是地中海 这一部分 好东这一部分 都属于巴比伦的 那么 赫提文明 那影响就 那关系就更深了 赫提也翻译成西台 西台的文明 这是第一个 发明铁器的文明 它在公元前 一千三百多年 它就有铁器了 人类最早的铁器 公元前八百年 传到印度 公元前六百年 进入中国 整个改变人类的历史 就是 就在土耳其中部 我们会看西台帝国的遗址 虽然只是 残留的那些石头 你能感觉 当年气势不得了 而且它强大的时候 土耳其绝大部分 都属于西台帝国 而且它 势力一直发展这里 跟埃及的 罗美西斯二世对类 它是非常强大的帝国 它是26种文明的 一种文明 亚述文明 亚述文明 Athria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时间历史上很久 因为西台帝国 衰落以后 它把铁器拿来打转 它厉害就不得了 现在人类的亚述学也是 比较兴盛的 很多人都研究亚述 亚述 亚述势力扩张的时候 土耳其 这东边 这东边 下面一步都属于它 那么 克里特 麦西尼文明 大家看 这有个小岛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 克里特 就这里 对不对 也叫麦劳斯文明 这公元前 三千年前 就开始了 非常古老的 它的青铜器文明 对不对 哇 而且那个时候 它的贸易文明 已经很发达了 人类历史上 你看这些古老文明 真正男女比较平等的文明 就是这个文明 因为它是商业文化 女人的地位相对比较高 大家去希腊的话 到这边一定会看到这里 还有宫殿的意志 那么 再到公元前 一千六百多年 就用麦西尼文明 也在希腊 巴尔干半岛上 麦西尼文明 这叫克里特 麦西尼文明 前后 就是一两千年之久 斐尼西文明 在西亚 在这个地区 叙利亚这一带 斐尼西 哇 它的文明也不得了 它是人类最早 就是有字母的 这样一个文明 字母很重要 就是于斐尼西字母 后来变成了什么呢 希腊字母 这后来变成拉丁文字 后来一直到现在就英文 就是从斐尼西文字 在前一千年前 它就已经有斐尼西字母了 它的航海跟希腊 一样的久远 这个民族曾经给 给希腊人打了 一两百年 给罗马人打了一两百年 非常强大 但是现在几乎被人们淡忘 我们路上是这样 也会涉及到斐尼西文明 爱琴海文明 其实就是这个 爱琴海 其实就是希腊文明 那土耳其 爱琴海啊 在历史上 几乎主要的历史 漫长的历史 都是跟希腊分开的 它就属于爱琴海文明的一部分 希腊来文明 希腊来文明就是犹太人 那当年犹太人 躲在这里起来 对他们的宗教向这个传播 犹太人那时候 很多人都在土耳其人居住 为什么圣保罗可以传教啊 圣保罗他是犹太人 然后呢 他就进入土耳其先传教 因为他在土耳其人的族群里先传教 所以他就到这里 是希腊来文明 跟他也有关系 这个阿奇美尼德 波斯文明 波斯文明在历史上 我们老说波斯人 波斯人 大的王朝 我们知道 阿奇美尼德 波斯文明 后来 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就是 帕提亚帝国 帕提亚 对不对 我们说中国是安息帝国 那么后来 撒三 撒三王朝 撒三波斯文明 撒三 这些都是波斯高原上 伊朗高原上 有名的 这些帝国 大帝国 这个阿奇美尼德文明啊 他跟这个关系太密切了 那么 据鲁士人大帝那时候 打到伊佛索 伊佛索 伊佛索这边 其实呢 就是整个跟波斯都属于帝国 同一个帝国 他的帝国语道 一直通到 今天的伊佛索 通的伊佛索 而且他的历史上 打流石 伊士啊 一直打 学习斯啊 是这个 一直往这边打 曾经打到 巴尔干半岛 所以这些在历史上 曾经都属于波斯帝国 就是 阿奇美尼德 波斯文 所以土耳其历史上 又有一段 这个波斯历史时期 罗马文明 更不用讲了 罗马曾经把地中海 作为他一个内湖一样的 他帝国非常强大 对不对 他在罗马共和国时期 他就已经 把这个东 土耳其 这个西部这边 拿下来了 也就是说 他的罗马时期 非常长 如果加上 东罗马帝国的话 那就是上千年 至少上千年 一个东罗马帝国 已经上千年了 而且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就在伊斯坦堡 上千年的古都 那关系就更密切了 卡尔特文明 Celtic 卡尔特文明 跟很多地中海 国家都有关系 像 我要先去西班牙那边 西班牙人 其实就是卡尔特人 跟当地土著的一个结合 最初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知道的土耳其 这里有一个 加拉泰 加拉泰 它这个英文叫做 土耳其文叫 卡拉泰 就是 这有一个国家 就是 你知道法国人 祖先他们是高卢人 高卢人就是 卡尔特人的 主要一支 所以这里 还有很多 卡尔特人在这里 在这里 那么 萨桑波斯文明 也是在 伊朗高原上建立的 他最兴盛的时候 几乎 可以跟 阿皮班尼德 这个版图 比大小 那么 这个萨桑波斯文明 也是不得了 他在历史上 总是跟 东罗马帝国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主战场就在土耳其 就在土耳其 他呢 曾经打到 军事坛尼谤这里 打到 波斯波斯海峡 那么 阿拉伯文明 阿拉伯在这里 好 阿拉伯人跟土耳其 有什么关系呢 阿拉伯人也是 在公元七世纪 起来以后 总是在土耳其 跟东罗马帝国 打 跟东罗马帝国 打 他灭了 萨斯安波斯 然后他强大起来 他强大起来 继续跟东罗马帝国 打 突厥文明 突厥文明更不用讲了 因为土耳其人 就是突厥人 对吧 我们这一路上要设计到 很多突厥文化 好 突厥文化 伊斯兰文明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离不开的话题 好 你看看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 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这十四种文明 人类主要文明 二十六种 十四种文明 都跟这里 有很深的关系 那这里还没有讲 埃及文明 其实埃及文明 就在这 它一定会影响到这里 而且埃及在历史上 跟西太帝国 一直打来打去的 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它一定也影响到 土耳其这一代 对不对 所以其他的我们 不用 不用讲 所以我们其实 走一下土耳其 我们几乎是在看 大半头 大部头的 这个世界历史 那今天我要展开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不太容易 给大家印的那四部分的 那些历史图表 已经够复杂了 已经尽量的把它简略化 简略了再简略 那么今天呢 我要把它 再简略化一遍 简略化一遍 这是给大家一个大的感觉 那么大家根据我讲的 再看我给大家发的图表 然后路上再展开这些话题 展开这些话题 我就把给大家发的图表 这样串一下 但是我不可能每一张图表都讲到 这样的话 我这样一讲 你再看图表 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所以大的东西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么第一部分呢 我给大家就是说 主要是讲 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代 这样一个漫长历史 这个可以长到前三千年的 这个清风气时代 到前三百二十三年 实际上还可以更长 还可以更长 希腊化时代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有的人干脆认为 是在前一百四十多年 希腊被罗马人炸领 那甚至还可以推缩到 推缩到塞留西德帝国 塞留西德帝国在前六十四年 才被灭 如果大家还记得 有一个埃及艳后 对不对 它其实不是艳后 它是什么呢 埃及的法老 对不对 埃及的女王 Celia Petra 它是前三十多年 才死掉的 它的祖先就是 雅里山大将军的将军之一 托勒密将军 如果讲到那儿 那就是 也就像我们中国 到王朝军那个时代 希腊化 时代可以拖到那个时候 拖到那个时候 那么我们说呀 这样区分是为了大家方便记忆 但是并不是说文化历史可以这样截然区分的 我是经过反复思考啊 我觉得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看到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最前边呢 一个是因为 我们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历史很久远 另一个呢 是跟我们的行程路线有关系的 我们先到伊斯坦布 然后沿着这边走 然后就进入Troy 然后到Pogamon 然后到Ephosus 这里都有希腊人留下的遗迹 而且是从这个希腊城邦时代 甚至更久远的是前 公元前前两百多年的 错了 马迹故事发生的地方 从那里 一直到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希腊化时代 这么漫长的时间 在这里 能找到不少遗迹和文物 好 所以我这样标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去这些地方 是跟希腊 希腊化时代有关系的 其实还有这个 Afrodesia 这希腊的智慧和美神的名字 这个城市 其实最早是希腊人的城市 而且时间非常久长 是希腊的文学哲学中心之一 我们也会去 而且这种地方 我为什么用这个颜色标出来 跟Kusatashi这些颜色不一样呢 因为这些地方 是现在 它也是城市 而这些蓝色的部分呢 是现在它完全是一个 古城遗址 完全是古城遗址 大家看 这些标志啊 其实都是希腊神 你看这爱琴海 这些地方都跟希腊 其实都是跟希腊分不开的 都是希腊的一部分 这些地方都是什么呢 希腊 每个城市都有希腊神 在那守护着 像Troy 就雅典纳神 这个复号代表雅典纳神 雅雅纳神 在那镇守着 所以我们讲木马记的故事 我们会讲雅典纳神 因为这个历史故事 就跟雅雅纳神分不开 好 那么我们看 在这样一个漫长历史中 我们把它这样区分一下 爱琴海时代 爱琴海文明时代 你看 这到底指什么呢 你看 克里特文明 你看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岛 Kurit 这个岛 也叫麦诺斯文明 这个可以找到前三千年 前三千年意味着什么呢 前四千年意味着两核文明 好 两核文明当然可以推出得更早 不过两核文明 还有宁乐核文明 这个时候都已经走向 比较成熟的阶段 其实这个希腊 从克里特文明来说 它也相当成熟 而且它是另一种形态的 它是商业文明 是商业文明 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里就开始了 那么后来到前十七十年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也就相当于中国商朝的时候 麦斯尼 麦斯尼人打下来了 他们灭了这个 克里特人的文明 那么他们又建立了一个 麦斯尼文明 这个前十七世纪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看 西台帝国 这是同时存在 大家看 在土耳其的中部 这里就是哈图沙 我们要去的地方 西台文明在前十七世纪到前一二零年 主要是这个时间之内 这都西台帝国 当然这些图都是不标准的 它的画法都不太一样 因为学者们的看法就不一样 太久远了 西台文明 大家还注意 就丽丽亚文明 这丽丽亚文明 丽丽亚文明 这都跟我们下面讲的 去的地方都很有关系 它那时候已经存在了 那么回到 回回过头来说 就相当于麦斯尼文明的时候 土耳其城邦 就属于麦斯尼文明的范围 好 就是 今天土耳其 爱琴海岸 这些地方 它很早很早就进入文明时代 实际上 土耳其爱琴海 也是前三千年 跟克里特文明 一起都进入青铜器时代了 是非常早的 非常早的 那比这还要早 就是土耳其东南部 不在这张图上 东南部就是属于两河流域文明 它还要早 农业文明基本上沿着两河流域 沿着地中海这样 由东往西传播 还要早 当然我们这次不去 东东东东南部 也就是在 麦斯尼文明的时候 那个时候 相当于公元前13世纪的时候 哇 那有多久远呢 还是商朝的时候 中国商朝的时候 这里有木马迹的故事 我们到了这个城市以后 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说我们在 Toyue这个地方 你知道Toyue是在希腊 还是在土耳其 他说在希腊 大家都觉得在希腊 因为历史上属于 希腊 但是现在他完全是在土耳其 在土耳其 好 这里我们会看 这里我们会看 大家在看 我们到那里只能看到什么 这个样的情形了 可是你看他的文化层至少有九层 这一层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公元前八十五年到公元五百年 就是到东罗马帝国时候 这样一个Toyue 可是最底下的是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到两千四百年 就是中国的夏朝还没开始呢 这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江木马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在这一层 这一层 你看 大约是一二五零年十年战争 十年战争摧毁了之力 当初它是这样一个城市 就剩下 我们都看不到 一层层又后来积压了好多层 那么这底下更是都被埋没了 好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呢 选择的旅馆是在Kanakio 在这里 Kanakio Kanakio Kanakio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达达尼尔海峡就在这里 你是知道它占领位置有多重要了 好 一场狭窄的海峡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还在争取 因为它只有一个五星旅酒店 结果他们说现在就这一家不能落实 因为他们在开会 开会 就是很多纽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 在一战中战死的这个地方 战死了很多人 现在呢 他们这个亲人们来这里追导他们 所以他们要住在这里 我说不行 我们要想办法住在这里 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就不仅这一家酒店舒服 你到这里才知道达达尼尔海峡 达尼尔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 达尼尔海峡 错了就在这里 所以它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军事坦兵大利 最初选择的都城是在这里 后来它才变到半战亭南 就是今天的一次成功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当然 这些我们到那 或者在这之前我们再讲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 那么我们再看 河马时代 河马时代 其实就是因为 有一个叫河马的盲人 对不对 他引唱了好多诗歌 他主要是伊利亚特 奥塞特这两首长诗 那他这个长诗里边 也提到了Troy 人们以为这个完全是传说 对不对 结果后来靠古学家 还挖出了 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城市 而且真的有发生过战争 这个河马就生在 土耳其达尼尔海峡 具体什么地方并不清楚 他是这里的人 那因为是他所割涌的那个时代 所以叫河马时代 因为关于这段历史太少了 还有这个时代叫黑暗时代 希腊尔人本来是一种商业文明 非常发达 可是这前一千两百年左右啊 那时候 多瑞埃人 多瑞埃人杀下来了 他们是一种游武民族 他们拥有了铁器 就是由希腾人发明的铁器 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就杀下来了 他们杀下来呢 就像当年 麦西尼人灭了克里特人 他们呢 又灭了麦西尼 所以呢 整个这个地方就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的前一千年 埃奥尼亚人 埃奥尼亚人 他们就怎么样的就跑到 跑这儿来了 这个颜色 这个粉红色表示 埃奥尼亚人生活的区域 很多人是这样 不是表示埃奥尼亚人生活区域 它是表示这个 埃奥尼亚 对 埃奥尼亚人生活区域 很多人都跑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讲 伊佛索斯 伊佛索斯就是伊佛索 我们说 那最早就可以追到 埃奥尼亚人 那么这些都是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人 他们的人种本身 他们就跟这边的人士 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语言 人种 文化 都是相同的 那么 大家再看 这个颜色呢 就是奥尼亚人 占领的地区 就是 带着铁区杀下来的 奥尼亚人 占领地区 就叫河马时代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希腊 通常 其实只是讲到 希腊城邦时代 因为希腊呢 是由一个个城邦组织起来的 所以它是城邦时代 这批最早推出的前八百年 已经有些城邦 一直到后来 到前三百三十六年 那么 这个是希腊是很兴盛的 大家看 托尔清的爱琴海 包括 特洛伊 包括伊福索 包括米利都 这些呢 都属于希腊 希腊城邦时代 你看 这都属于希腊 这个世界是非常久长的 非常久长的 你在这个城邦时代 你看希腊的文明 扩张得非常快 你看 这些红色的这些点 这方块 都是希腊人建立的城邦 你看有多少 你看 包括黑海 都是他们建立的 所以我们从 伊斯坦布 一直到卡纳凯尔 沿着马尔马拉海这边 一路走下来 其实过去都是 一些希腊城邦 希腊城邦 希腊的神话 传说 很多故事 都跟这个 马尔马拉海分不开 分不开 那么这个就是半战厅 因为希腊人呢 那边呢 就是当年 从北边杀下来的 那个Dorea人 他们呢 在这里建立的半战厅 有了这个名字 半战厅 半战厅帝国 那个半战厅 从这里来的 你看 多少希腊城邦 那么我们再看 这些我们更难于 在今天展开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你看 在希腊战争 希腊和波斯战争 你看 波斯帝国强大的时候 还有多大 这边在印度的 印度河流域 这边是印度河流域 这边呢 就帕米尔高原 这边一直到了什么 到了巴尔干半岛了 到了巴尔干半岛了 那伊佛索 伊佛索在哪里呢 你看 这个波斯帝国 阿奇迈尼的王朝的 这个帝国的遇到 一直到伊佛索 一直到伊佛索 这么大的一个波斯帝国 你看希腊那会儿 只有多大呢 这边绿色的 这边 还要对付这么大一个帝国 这个帝国实际上 已经横跨欧阳飞了 横跨欧阳飞了 那么 在这几十年的战争中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在这里我只是强调一点 爱琴海岸的这些希腊人 都是站在希腊的一边 因为他们人中语言上 他都属于希腊那边 所以说 在小雅西亚历史上 东西方决战 在这个时候 已经打得起祸了 好多战争 发生在这个时候 包括大家也没有看过呢 斯邦尔达那个八百壮士 对不对 都是这个时期的 前五世纪的一场战争 都是这个时期 都是抵抗波斯人的这种战争 那么我们今天讲希腊黄金时期 希腊黄金时期 就是在这个时期 在前五世纪的时候 哇 你看 这个红色的部分 红颜色的部分 都是什么呢 对不对 米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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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铁铁哒 这个雕塑咱们大家都看过 对不对 美术画册大家都看到 这个时期 都在这个时期 而在小雅西亚再生海外 诞生了 希罗多德 希罗多托斯 这是 这是中 《芝铁明者》这个雕塑咱们大家都看过 美术画册大家都看到 这个时期都在这个时期 而在小雅西雅的爱情海岸诞生了 徐罗多德 这是中希腊历史上最早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书就叫历史 精彩的不得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英格里斯佩士的那个电影 那里边那个男主龙公老看的那本书 就是这个徐罗多德的历史 就这本书 他就生在小雅西雅的爱情海岸 那么还有那个时候的医学之父 西伯克拉里 他也生在小雅西雅的爱情海岸 所以这本来就属于 希腊无名最灿烂时期的一部分 那么希腊后来就发生了 希腊这个整个这个岛屿发生争战 这个时候中国正是这个春秋战国时候 打得随心火来 跟中国情形非常强强 先是什么呢 雅典人称华 后来斯巴达 斯巴达人起来了 斯巴达人就是那个最能善战的 最能打的最不怕死的 那小孩生下来三岁泡到水里 对不对 扶得起来你就活 扶不起来你就死 这个民族就是 就完全靠战争 对不对 使他能够战胜敌人 斯巴达人 对不对 后来是什么 称霸二十年 然后迪比斯人 迪比斯人 迪比斯人 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少 其实这张图是迪比斯强盛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是迪比斯 迪比斯承拔的希腊承拔 迪比斯人 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他们 他们最强有力的一支军队 全是同性恋作成的 打起仗来的时候都不怕死 为什么呢 都要救自己的爱侣 所以都是舍生忘死的 迪比斯人 然后马其多人 大家也就比较熟了 迪比斯多尼 对不对 就是菲利普尔市 他的儿子是谁 就是亚历山大 后来马其多人又打败了迪比斯人 他 你看 这是迪比斯多尼亚 他们的方位 所以希腊文明基本上 是从南到北这样的 越往北越往 克里特岛 对不对 克里特文明 迪比斯尼文明 然后一路上了上去 迪比斯 然后一路到迪比斯多尼亚 往北 要去希腊的话 得这么走 从南往北走 你就把这个历史的 这个历史进程给展开了 那么大家看 这些这么漫长的时期 是希腊增保的历史 然后就一直到 哇 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了 到亚历山大的父亲 菲利普尔市 基本上就统一了希腊了 到亚历山大 他的父亲被人杀害了 他就什么呢 说波斯人干的 所以要被父亲报仇 来 那就下边呢 亚历山大就开始东征 他另一个旗号 就是解放 小雅西亚 希腊城邦 因为这是波斯人统治的 希腊人遭受着波斯人统治 所以他要解放他们 带着军队就上过来了 然后一路啥下来 你看 基本上把波斯帝国 全部占了 全部占了 对不对 所以那些士兵 为什么不愿意 再往前打了呢 你已经把波斯 整个都灭掉了 你还往哪打 我们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对吧 当然 还有这个瘟疫啊 想往印度这边走的话 这个瘟疫非常可怕 热啊 等等各种原因 这边高山的 旁边高原的高山啊 这些 这都是一个天然的足力 再加上亚历山大自己也生病了 所以只好回去 可是大家注意啊 直到这个时候啊 人们心中的世界文明中心 还是在两河流域的 所以亚历山大他的都城是选择巴比伦的 他是选择那里的 但是 也就在他那时候开始 希腊语言 希腊文化向整个这些地区传播 就希腊化时代就开始了 希腊化时代 那么大家看 你看 这塞留西的帝国 塞留西的帝国 这个帝国 这个帝国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以及埃及这边 这种颜色 这就是塞留派特的祖先 托勒密建立的 这些都是亚历山大死后 这些将军 瓜分了他的帝国 这些将军 瓜分了 虽然他们在军事上是敌人 可是他们在文化上 是一致的 语言上是一致的 他们继续完成一种东西 就是把希腊文化 希腊语言 带向希腊国家 所以这就是希腊化时代 这个时代呢 常常对人们忽略 其实是很可惜的 而最能感受这个时代的 就是在 肖亚西亚 最能感受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留下的历史遗迹 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时代有关系 有关系 好 那么 比如说我们去贝加 这个地方啊 这就是希腊化时代建立的一个国家 它也曾经很辽阔 很大 它后来跟罗马人合作 后来罗马人就是整个让给罗马人 把罗马人进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里留下了很多东西 阿姨佛索在那个时代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我们会看到那个剧场 大剧场 那主要是那个时代留下的 所以这是 就是希腊化时代 在希腊化时代 突现过好多美大人物 所以呢 人们把说希腊 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 实际上是在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 第一个时期是以雅典为主 对不对 那第二个啊 黄金时代的你看 像我们所知道的 不说其他的 数学上 欧基里德 对不对 欧基里德的几何学 物理学 阿基密德 阿基密德的力学 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像我们看美术上的那个 维纳斯美神 对不对 维纳斯 这是这个时期的 像我们还看到的 拉奥孔 曾经引起 意大利文艺复兴 那一组雕塑 也是在这个时期 其实这个时期的辉煌 是相当了不起的 而我们去的这些地方 其实可以看到 希腊化时代 特别是就是这个 普格蒙王国 你看 这是这个王国 前大的时候 普格蒙 其实他是亚里山大 一个将军的将军 建立的 建立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他这个势力强大 一直到 安塔利亚 我们也要去 安塔利亚 破干嘛 这些都要去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 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东西 是什么呢 他留下的这个遗址 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要坐缆车到这里来 好多旅行团不来啊 就是这里费用比较高 因为这里要坐缆车 坐缆车上来 上来以后啊 你还会看到很多残留的遗址 像大家看这个周四神庙 周四祭坛 周四祭坛现在在哪里呢 在柏林 对 对对对 破干嘛博物馆 柏林有个博物馆 就叫破干嘛博物馆 我们去东欧 我们都看到了 对不对 好 那是非常了不起 你看 这是从空中俯瞰 你看这个遗址 剧场 你看 这是那个 Trigan 罗马皇帝的神庙 这个遗址 周四祭坛大概就是这一代 你看 今天 他被德国人收藏在柏林 就是博物馆 到五个博物馆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破干嘛博物馆 哇 你看这个 相当精悦 好 所以土耳其导游 带我们大家到这里 总是很感慨 把我们东西拿跑了 其实 这个遗址也是非常可看 就是这些 这些 哇 这个 吹人神庙 那个柱子高大得不得了 你在那里 你就会想到当年 他的气势有多火光 多火光 好 你看这个垂死的高路人 就在这个时期雕塑的 好 就是这里的国王 请画家来雕塑的 这个雕塑多好呀 这个高路人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泰尔特人 泰尔特人 塞尔特克 对不对 他在土耳其有一个加拉泰 加泰国 就加泰国 跟这里破干嘛的人打 打了败仗 虽然他们打败了 你看他们一种不屈服的样子 这个雕塑太美了 他低下头 没办法 是这样办了 甚至后边只有死亡 可是他有一种不屈的样子 你看他的肌肉 高路人属于土耳其吗 哪个 高路人 高路人是土耳其 好多族群中的一只 就是加拉大这个国家 是属于他们建的 但是高路 其实不应该叫做高路 它属于塞尔特克人的 底下的一只 其实高路人是在法国那边 就是凯撒大地 跨过赖英河 打败高路人 所以都是那个 法国人好多祖先是高路人 高路人 你看 那么这是我们先看一下 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代 这样一个土耳其 小雅西亚 大家稍微休息一会儿 我得